第六十五歲 我三十九年歲 三十九年歲 新莊心態醫院外 不少長輩臨時接獲通知 趕到現場 因為免預約就能打到 許多人排隊還打不到的莫德納 二十二十二十 從早上八點半開始 限時兩個半小時 很多長輩火速值班醫院 十六十五歲以上的話 直接來了 就不用照錯了 莫德納快要打光光了 說什麼七萬劑 什麼寧可丟掉 所以我們現在拼命的在打 原來是說要預約 只要你現在來 我們有了 我們都給你打掉 因為不打也就浪費掉了 第一線醫護拼命打 不過許多民眾預約 還在苦等莫德納 這種原來就打的現象 IP太誇張 政府一方面喊說疫苗不足 還威脅民眾說 停止施打疫苗 市府根本就是疫苗大放送 這些人情疫苗 到底數量有多少 新北被質疑人情疫苗 因為從二十八號開始 三重板橋的醫院都被質疑 是開後門 三十號的新台醫院 打的還是莫德納 不過醫院成親 因為部分民眾多處重複預約 才會請里長通知里迷 麻煩中央一定要承認 我們的疫苗就是不夠 不要把這些打疫苗的市民朋友 他都是五十歲以上 符合資格的 打成他有特權 就有在類別內的產生去照 照的有沒有確實 有沒有主管單位的一個同意 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一個程序 這樣再來重新的調配 就會增加很多的一些困難 新北把疫苗施打爭議 甩鍋預約上的數位落差 只不過指揮中心也向地方喊話 疫苗造冊施打必須符合規定 新北喊沒有疫苗 卻屢次發生免預約打疫苗事件 恐怕讓還在等候檢訊通知的民眾 非常不適滋味 三立選擇把疫苗關心北市報